麥莉演出舞台劇 演員平均年齡都已經超過55歲 他們是慈濟科技大學 樂齡大學的學員 靈活的舞動手腳 樂齡課程的安排 是為了要讓長輩們 可以真正的活到老 學到老 會按照他們個人的差異性 會把一些相關的課程 把它安排進去 比如說有些身體 比較不協調的 或是記憶力容易老化退化的部分 我們都會去規劃相關的課程 讓它促聽它這一部分的機能 慈隔大樂齡大學共有99位學生 其中一位68歲的王朱美 雖然沒念書 在子女的鼓勵之下也報名參加 透過一學期的學習 讓她收穫滿滿 現在比較輕 還有讓我們比較年輕 我自己去寫我的名字 寫一孫 沒那麼漂亮 唱比較沒那麼差 長者們帶著一份 因為學習而來的自信 期待繼續開發潛力 讓銀法生活更多采多姿 大愛新聞 楊愛婷溫國家 華聯報導 何必 Irrt 沒有 沒有 你 這麼